台湾有自己的宪法 台湾有自己的法律 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社会 台湾有自己的家教 身份证 海外有台湾的外交部 台湾明明是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再吵这个 不再吵了 外国人来台湾离开 离开了以后 一个东西是确实 台湾离不开你 这个是真的 台湾就是永远会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虽然这个有点可怜 最好的就是这个 我们在台湾 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 外国人有来过台湾的外国人 都知道台湾 都了解台湾的状况 我爸妈都来过台湾很多次 而且我们每一次跟他们讲电话的时候 他们都说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在台南 我们迷路 那那个 哇很可气 那个老一辈的人就跟我们讲 我们要去哪里 还是他们给我们一些水果 一些吃的 就是让很多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台湾这里有个人情味 这个是我们宝贵的东西 我们台湾人是台湾最好的一部分 每一个人都来台湾 不管是观光客来几天而已 或者他们曾经在台湾工作过 他们都有很多好的回忆存在他们的心里里面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这个是我们的光荣 因为你听到很多人像我爸妈 我姐姐也来过台湾 还有我回去英国的时候 我碰到一些人 他们曾经也在台湾逛逛过 而是工作过 他们都有很好 很好的回忆 很好的经验 那每次他们会谈到 哦那个时候 也跟我一样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广告 有英文说 台湾不 touch your heart 本来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后来我在台湾 我发现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 真的碰到很多好人 也很多事情 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就是来台湾之前 我无法想象 人民会有这种的行为 就碰到某一个人 他说你饿了吗 那你进去他们家 跟他们一起吃饭 这样子给你水果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 所以我们在台湾 我们有这个责任 我们要坚持 保护我们台湾的人情会 我们也保护 我们台湾宝贵的 民主 宝贵的自由 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打风打个大 那今天 我要跟你们谈 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应该看到 这个影片的封面 所以你大概知道 它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我先要跟你们谈 自由还有民主 自由跟民主是什么 自由对我来讲 一部分在你的行李里面 你可以感觉出来 是不是自由 另外一边 在外面 民主也在外面 在社会上 那民主是什么 就是政府 还有这个社会 允许老百姓 一部分的武力 那武力 我不是说 他们可以用一个 保利的方式 去抗议东西 但是这个社会 这个政府 会让老百姓 这个民权 这个人权 他们遇到 碰到一个不公平的状况 他们可以起来 他们可以抗议 他们可以提出 各种的抗法 也民主 就是老百姓 人民 有这个权利 他们可以改变 也他们可以选 他们自己的未来 这样子 而且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 非常民主的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从8788年 1988年以后 台湾开放以后 一路一路到现在 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小时候 常常跟我的阿周 跟我的外公 跟他们 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的阿周很老 他有参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跟我讲 也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是一个地盘的问题 那个时候是 欧洲帝国 那些国家开始吵架 变成全世界的大战 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死了很多人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一样 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是我们必须起来 保护我们宝贵的自由 我们的民主 我们的民主被攻击 所以必须要起来 所以在台湾 我就是希望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坚持我们台湾的人权 我们台湾的自由 所以前几天我看到这个老头子 这个John Shannon 他现在就是一个有名的电影的人物 他去推销他新的电影 那他在集结会的时候 一个记者问他 你的电影什么时候要出来 他说第一个国家是台湾 你说这个 你会被打 所以后来 中国大陆 一千三百万的人民 起来 他是打他的脸 而且打得很惨 打得很惨 所以后来他就是说 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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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可怜 这个很可怜 没有什么前途 没有什么前途 而且他的行为 很可耻 很可恶 为什么你要跟他们道歉 当然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是为了赚那个人民币 人民币的钱 应该很好赚 那我先跟你讲 当然 中国大陆的市场 它的范围很大 它的经济发奖 好得不得了 所以很多台湾人 很多人都去那边发奖 我完全了解 也我不会去劝那些人 那个是你的自己的决定 你要去中国发奖 中国的薪水应该很高 所以你能够去那边发奖 有更多机会 就是为了你的未来 完全了解 但是这个老头子呢 这个老头子 看起来已经50岁了 所以我不太晓得 为什么你还要赚那么多钱 而且同时要出卖自己 要出卖你自己给共产党 我觉得这个很可怜 很可怜 对我来讲 中国没有什么问题 我曾经遇到很多大陆人 对他们 对我来讲 他们非常好 其实非常nice的人 我在台湾以前遇到很多大陆路客 还有上次去越南 遇到很多中国人 其实他们非常可气 对我很好 跟他们聊天 聊得很开心 所以我对我来讲 中国的老百姓 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政府 政府大概是王八蛋 所以看到这个中间呢 说这个 我就必须要起来拍这个影片 因为很多西方的人物 还是西方的公司 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 因为现在大陆的市场很大 他们必须去那边赚一笔钱 而且他们要对他们客气一点 很大钱 很大钱 这样子 所以如果最后 如果外国人不懂台湾的状态 状况 我先跟你讲 而且这个影片 有英文 有中文的字幕 所以你不必担心 台湾有自己的宪法 不管你说是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 台湾有自己的宪法 台湾有自己的法律 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社会 台湾有自己的家教 身份证 海外有台湾的外交部 台湾明明是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再吵这个 不再吵了 不要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在台湾就知道 所以海外的人 所以如果海外的人 不知道这个 你可以就是在网络去看一下 去查一下台湾的状况如何 但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知道 所以我非常感谢台湾 也非常爱台湾 你应该可以听得出来 我是说真的 我不是在骗台湾 这个是真的 外国人来台湾 离开 离开了以后 一个东西是确实 台湾离不开你 这个是真的 台湾就是永远 会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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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